深夜十一点多大马路上出现一群人大声喧哗 其中有人全身涂满刮胡炮 看到人就要拥抱 当街晚起追逐站 换个角度看得更清楚 现场超过十个人 不但嬉笑怒骂 甚至还跳到车上情绪嗨到不行 原来他们是来这里帮朋友庆生 恶搞受心 但活动明显失控 把知名冷泉变成这副模样 宜兰阿里石冷泉遭到民众破坏 入口处到处都是蛋壳 墙壁上还有白色粉末 另外片地蛋黄和满地垃圾 让人伤透脑筋 对比动手清理前后 实在有够夸张 其实这处冷泉三月初才重新整修 对外开放 在疫情趋缓之后 吸引大批游客造访 算是宜兰知名景点 没想到却碰上这群庆生恶客 把现场弄得乱七八糟 就只为了庆生 擅自破坏环境 没有功德心的一群人 让当地居民好生气 我们也会在周边 在侦摄这样的摄影机 也会请求这个分集 能够在这里设置一个審查点 镇公所也要硬起来 要求警方帮忙加强巡逻 不要再让这种恶搞画面 再度出现 近期闻红防身 余焦为黄蓉蓉采访报道